轻轻一按就能启动 台湾电动机车占比逐年成长 业者甚至推出不限里程 骑到宝方案稀客 但产业龙头Gogoro公告 2023年起退场不再提供给新用户 让外界质疑又因减少光靠信仰能撑多久 Gogoro透过公告表示 为了提升电池交换服务品质与体验 明年1月1号起 不再提供骑到宝资费方案给新用户 现有用户权益不受影响 而不是骑到宝的年底前变更资费 也不受影响 但透过官方资费比较 自由省每个月319元 如果变更成骑到宝 依电池数量不同 每月要多付220元或980元 用户表示也是比负担 而产业皆预估 明年电动二轮车市场市占将大洗牌 光阳Ionex专案标榜 每个月加上折底480元就能补现里程 产业分析 在业者未来没有调整或变更资费前提之下 将成为牵动未来版图变化的关键要素 新新闻曹一生黄冠伟采访报道